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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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关系当然是必要重中之重 另一个则是520之前 他们也很关心台海的紧张趋势 再一次的希望能够来缓和局势 那会不会对台湾采取所谓的军事行动呢 王毅这样回答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怎么处理中国人自己会处理 不要用任何的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学者来看 说这一次台湾议题 应该也算是他们在想突破的一个核心议题 因为就表示他们两边的立场不一样 可是他觉得美中对话看起来 感觉下来就是布林克好像难以突破些什么 但是倒是像看到了很多的红线 还有最后通牒 因为就金山峰会之后 他们确实就达成了继续通话交流等等的共识 可是在双方核心的议题上面 基本上都没突破 也因为在这个时刻 双方在谈话 大家知道是时间在520之前 特别是台湾这边也开始看到了我们的兵推 甚至还纳入了滚装船 大陆这边他们的发言人 国防部发言人直接讲了 别推了 推来推去都是死局 而其实呢 在军事这边有很多降临的讲了 都已经到滚装船了 那真的就是已经到了战争的最最最最最末了 大家想问 我们到底现在台湾属于自己的战略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当然有他的战略啊 美国大战略是希望能够围堵中国 所以现在看到美日澳飞防长会谈 5月要在夏威夷登场了 确认的就是大家彼此之间互相cover 我们要一起来维护这个太平洋的安全 甚至呢 华盛顿号开回来了 过往华盛顿号呢 是回到美国这边来进行维修 他是核动力的这个航母 现在呢要重返横须鹤 直接在赶 展开他的第二度部署日本的任务 过往当第一次他来的时候 大陆还没有航母 但现在大陆三艘航母了 福建号他们现在要部署的是 红旗十一飞弹 好张延廷将军他就直接讲了 说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拦截 50公里内的高速目标 甚至一分钟就可以打 12000发的弹幕 表示他的打击力 火力是非常凶猛的 而美中之间呢 基本上军事除了说啦 战备上面在较劲之外 空中也在较劲 因为看到的是呢 现在央视他们所发布的一个纪录片 就发现在南海这边 解放军有两台的殲十一 遇到了美军是四架的F-18 双方你来我往 美国战机甚至直接用火控雷达锁定 那表示是已经再按下去 就是开火了 那个呢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快走是非常挑衅的一个作为 好所以大家开始来问 他们两方现在就很担心 会不会有任何的擦枪走火 你一直在说啦 美国呢基本上一直看着中国 中国其实也一直看着美国 因为现在他们的卫星 竟然可以直接看到 美国的三条航母 还有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 透过他们自己的太景四号零三星 大陆的卫星 能够将他们通通给看光光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其实彼此都在敌情刺探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都有所谓的基本认知 基本认识 兵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美中台三方角力 频繁的看到他们在旧金山的 相关的谈话之后高官互访 但是谁胜谁败 谁比较紧张需求一些些 谁比较处之太来 台湾必须要看得懂 因为正哥说亮哥讲 说不然的话 你就会被人家带着鼻子走 其实我们当然应该要高度关注 美中之间的互动 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局势 那可是我们就一直很遗憾的就是 我们的领导人不管是 现在的蔡英文 或是将来的赖清德也好 看到美国人都好像耗着 见到猫一样 就是好像一副紧张兮兮的 好像人家是天朝上国 然后派大臣来巡视一样 我们都正经为座 然后人家就 人家反而就是那种 就是好像非常轻松 好像就是来看一个 反方外国一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不可以 拿出我们基本的 领导台湾的格调出来 老实说照理来讲 是你们在接见他们 他们的位阶其实是比我们低的 结果你们自己 做得像个小学生一样 我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能够展现出来自己的一个 一个地位跟气度 这个是比较遗憾的 至于说 就是赖清德手上还有多少筹码 我认为赖清德几乎已经没什么筹码 因为讲实在话 蔡英文对美国是完全毫无保留的退让 美国人叫我们干嘛就干嘛 叫我们吃什么就吃什么 叫我们接受什么就接受什么 那到了赖清德手上 赖清德也只能够菜归赖水 就只能这样 所以你看现在连内阁人士 看起来美国都可以插一手 在我们的这些国防 或是国安相关的这些情报单位 好像都是美国属役的人 然后赖清德就必须要照单全收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赖清德在美国人面前恐怕是更没地位 你看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 耳提面命叫赖清德你要怎么做 你要你的520的演讲内容要怎么写 全部都由美国人所掌握 那以后我们就变成美国的傀儡 就完全听美国人行事 那这样恐怕会非常危险 那至于中美之间你说 美中关系有明显改善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真的看不出来 我觉得现在双方很简单 就是他们不断的平凡的见面会谈 然后再讲什么 就是不断的重申彼此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然后美方提出他的要求 中方也提出他的要求 但显然双方对对方都不怎么买账 那只是双方不愿意撕破脸 为什么 因为撕破脸对两个国家 目前的状态都不利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双方是维持一个很危险的平衡 这个其实随时可能因为某一些动作就会破功 让这个平衡失衡 所以这个对台海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谨慎 不要变成当美中关系失衡的时候 我们变成直接冲突点 那就是最糟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应该要尽力去避免 老实讲不要再用什么CPTPP 或用什么参加国际组织去骗人 美方也不想你参加 那中方当然也不想你参加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参加 我们根本就没机会参加 所以不要自欺欺人 还是先守本 先把台湾自己的 基本内部的环境搞好 再去讲这些其他的东西 至于说大陆的军事 它是不断的在进步 没错 但是也不用去神话它 卫星看得到港口有什么好奇奇怪 每一家卫星都看得到 它也没有特别厉害 就是正常的一个状况 那你说红旗11有多强吗 不晓得了 因为还没有经过实战验证 实际上这种炮弹合一系统 也是全苏联时代一路发展到现在 就是当然解放军有它 把它自己的技术关进去 有把它提升做改良 可是毕竟还是没有经过实战 实战的起义 所以没有人知道 它到底能够发挥到多少途径 而且类似的东西 美国一样有 美国也有方阵快炮 它也有海公洋 我们戏程叫海公洋的 这样的一个 进程拦截导弹系统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类似的东西 那真正要在实战中才能够验证 可是我们希望看到实战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 我们大家都希望和平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520之前 美国一直在讲台海一定要和平 但是美中之间的较劲 请教一下立正杰将军的原因是因为 竟然是2打4 说在美中他们空中较近的时候 是两架歼11 对上4架的F18 然后甚至还直接火控雷达锁定 这个军事迷都知道说 这其实是已经真的是 挑衅的最后一步了 我这个等一下再讲 我讲一个比这个更严重的 就是我们兵推把滚装货轮拉进去 其实这代表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什么叫做滚装货轮 就是一般来讲货轮装 运在汽车的或者是推土机的 这种货轮叫滚装货轮 我想大家一定都看过 有时候在码头边上 它那个门一打开来 你车子直接从里面 一台一台开下来 这叫滚装货轮 滚装货轮这次为什么 把冰推拉进去 代表这次的冰推 汉光冰推已经打到说 敌人已经开放的港口 不只是登陆而已 而且已经建立它的探头堡 也就是它的四周 它的后面的这些货轮 可以顺顺利利安安全全 平平安安的到达我们港口 我们台湾哪几个港口 可以停滚装货轮 台北港 台中港 高雄 要这种大港口或花莲 才可以停靠这种滚装货轮 如果说我们兵推把这个 纳进来的话代表什么含义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来讲 敌人已经在我们探头 建立了探头阵地 他后续的这种 利用滚装货轮 陆陆续续的可以将他的战车 还有后勤补给的这种油料 弹药 源源不绝的 用这种滚装货轮送上岸来 我们来讲的话 可能这时候就可能陷于 美方所乐见的城镇战 就可能开始开打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兵推 用这滚装货轮来纳进去来讲的话 其实代表我们这种兵推的状况 已经是打城镇战的一种情形了 这第一个我要说明 第二个就是中美来讲 这是二打式的这种军机接触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解放军自己在从严从难的 一种练习 因为如果说是用火控雷达锁定的话 威胁性相当大 那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你用雷达火控锁定我的话 我为了生存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扣下板机 第一个我第一个反制 我就是我也飞弹先去打你 我为了火下去 所以说当你用火控雷达 锁定对方来讲的话 你等于就已经是对对方开火 这个时候反应的时间 大概是只有顶多16秒 因为如果说按照战机的 这种速度来讲 飞弹的速度 射程速度都3马赫以上 距离来讲大概最多100公里 如果说以AIM1200飞弹来讲的话 100公里的射程它10几秒钟就可以达到 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反应 所以我想说这是 如果说中美军纪在海上 真的是遭遇来讲 敢用火控雷达互相锁定对方的话 那就代表已经开火了 绝对不是说只是演练 我想这一次可能来讲的话 解放军会发布这种讯息 这讯息是由解放军发布的 我认为他们是一种 在一种从严从难的练习 因为他也要练习说 我一旦被对方的火控雷达锁定之后 我要怎么来脱身 第一个就是我向对方冲去 你锁定我 我就跟你冲去 冲出你的雷达波 因为雷达波是这样散射出去的 我只要冲进去 你就失去 你就没办法锁定我 第二个是说我尽量向上爬升 因为你飞弹向上爬升来讲的话 你要消耗的火药就会比较多 你能不能 我能够爬到很高 我战机里面语物比较多 你如果说是飞弹火药不够多的话 你不见得能够躲得过 不见得能够追得上我 我想说这次来讲会发布这种讯息 代表第一个就是中美来讲 他们在南海之间的较劲意味十足 第二个是代表说解放军 他们从前从南的一种训练 刚刚这个将军告诉我们 就是几乎已经到了开火 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在外交场域上何尝不是 请教大宗老师 原因是因为这一次 大家都说是要和缓局势 但是火药味就是浓 布林肯去之前已经先放话了 来之前王毅这边他们其实也有放话 包括三个意义官职 包括红线就是清楚话在那里 不是你的事别管 对我觉得从这个字卡上的所有的照片 就是反映出目前很复杂的 美中关系的写照 因为有对话的一面 这个布林肯去中国大陆 而且他等于是今年的第二棒 第一棒是叶伦 但与此同时 美中双方在外交 在军事上的联盟的动作也很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字卡上显示说 美日澳飞 这四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要在五月的时候 在夏威夷已开国防部长的会议 这个状况其实在这几年 其实并不罕见 因为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安排 比如说上上礼拜我们才讲 在华府有美日峰会 美日飞峰会 在峰会的前几天 其实这四个国家 美日澳飞已经在南海有联合演习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类似的安排 而且这几个国家 澳洲飞兵还有日本 其实都是美国的调编盟国 只不过过去美国 他作为一个联盟的轴心 他并没有发动这么多的一种多变的安排 大概都是双边的 所以我们说像是车轮里面的核心 用双边的方法去做 但曾几何时 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 尤其进入拜登最明显 他发挥这种动员的精神 就是各式各样的组合 有时候是美日美飞 二加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对话 有那种三边的 比如说美日飞 再加上上礼拜我们不是才提到说 Quad的加强 还有AUKUS 美英澳 有可能在第二支柱里面 再把日本弄进来 加一加二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美国已经用 进他所有在外交军上所有的法宝了 筹码或是工具箱 每一个工具 他都仔细的检视 所以一方面就是软硬两手了 我跟你继续对话 从今年到现在已经好几步了 但另外一方面 我防范跟遏制那时候 从来都没有松动过 所以字卡上面有特别提到说 有大陆学者认为 核心议题没有突破 但美中对话类似最后的通牒 这里面我可能同意的是前半段 就是核心利益 是不可能有任何的突破 老实说 因为习近平最近一直讲说 美中关系 台湾议题是第一条 无法跨越的红线 这讲法在过去比较少见 因为过去前几年 我们听的是 台湾议题是美中关系中 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我们已经觉得好严重了 但现在是第一条 无法跨越的红线 在这个议题上 大家就各说各话 各成己见 因为换到拜登 我们也知道他会怎么说 他很重视台海的和平稳定 任何单方面都不能改变台海的现状 希望用和平的方法 对话的方法去解决彼此的分歧 其实就是双方有各自的说法 大家都很清楚 也不天真 我不可能去改变你的讲法 我不可能去改变你的判断 但我要在任何的场合里面 不厌其烦 一而再 再而三 让你知道我的立场跟底线是什么 而且要让全世界 让区域里面知道我的立场跟底线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美中关系的现况 不会往太好的方向前进 但短期之内 也可能不会坏到太坏的地方 就是一般所讲的斗而不破 斗而不破 但持续在斗 我们这期广告等等回来 继续来看国际话题